原本在六港門開國學旁邊的領主公園 在公宿中心經歷後 是搭著行小路兒童公園 提供給小朋友來試圖 而且也在旁邊行見便宿 讓來試圖的民眾可以方便使用 六滑梯沙坑點點的遊樂設施 這小路兒童公園就像是小朋友試圖的好處 這座小路兒童公園 原本只有一片立地以及一隻領存 現在改成立東公園是由公園的使用率大大提升 在我們這個所在原本是一個農桌公園 農桌公園它只在了幾棟橋 一棟農桌就很單調 那之前我們在復興路後用一個兒童公園 人就是太多 這邊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需要一個兒童公園 所以我們在這裡設一個小路兒童公園 那這個地方也有我們的溜滑梯 盪鞦韆 敲敲板 也有沙坑 攀岩中有 而且我們在那邊是做一個祭木廁所 在這裡是做一個日式的建築廁所 都非常非常漂亮 我在這裡也要感謝我們營建廚 在我們到保祖 也要感謝我們中國政府 每年都幫助五百萬來做兩個廁所 讓我們六天在文法、觀光 六天無論從生老家、拜媽祖、吃宵食 還有小孩最愛玩的兒童公園 這個器具 讓我們在這裡玩 讓我們六天的觀光越來越好 民眾標識 工作搭走界的立東公園是非常好 小孩是很喜歡的 這個工作很好啦 我們頂頂讓我們很用心 把我們的營 我們穿過出來 比較風涼的地方 跟我們建築很漂亮 有親子廁所 然後像我們帶這麼小的小朋友 那我們要使用洗手間的時候 小朋友 一方面我們又可以顧得到 然後小朋友也不會驚嚇這樣子 很方便 謝謝鎮長 給這麼好的公園 在公共便所的部分 公司有每天的派人定時來清洗 提供給鄉親以及UK 一個舒適的環境 新中華新聞 趙長千 六港 蔡英文報導